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离开新闻前线之后 曾经在浸会大学新闻传播学系那里 做过兼任讲师 有一课的新闻写作入门是必讲的 就是五个W, 一个H 意思即是说 Who, Where, What, When, Why, How 报道新闻不能像写散文那样,虚无飘渺 你不可以说某一夜九龙一家食肆有几十人 因为争胃发生嘔斗 这种某时某地几十人的写法绝对不合格 哪一日哪一夜要讲清楚 九龙都要讲清楚是九龙东或九龙西 最好有清楚的街名地名店铺名 几十人是二十个还是九十个 一个几字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 没有确实的讯息就是失败的新闻报道 你有学生质疑, 如果没有官方确实的数字 我们只能够用个几字来猜测 于是我告诉他, 小数可以数 比如在正种门前有二十五个示威者 这二十五人你在现场采访完全可以数出来 但如果数量太多, 就用大概的数 比如约三百人, 如一千人等等 都好过说几十人几百人 这些是新闻原则 尽量给予最清晰的信息 给大众知道事件的五个W, 一个H 新闻报道不能够模糊, 更何况会议纪录呢? 开会做纪录的目的, 就是记下谁说过什么 大家做过什么决定, 谁支持, 谁反对, 谁弃权, 谁缺席 讲到底, 会议纪录就是要记下会议的 What, When, Where, Why, Who, How 上个月, 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简约公屋 会议纪录是这样写的 一名议员认为简约公屋项目每平方尺 营运成本很高 一名议员刷释, 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机构 需要提供物业管理和社会支援 我本能地问, 一名议员是哪一名议员? 记录里上个一名议员和下个一名议员是否同一个人呢? 明明讨论的是一项重要的房屋政策 为何要记录得好像说暗号那样含糊其词呢? 原来, 立法会各个委员会自从今届开始 就改变了过往会议纪要的巨名记录方式 全部用一名议员来记录议员的发言 另外, 对议员的投票也没有实名的表决记录 虽然会议是有逐字的记录本的 但我相信一般市民不会有时间和兴趣 将几个小时的会议逐字逐句重看一次 而冲要版的会议纪要又不具名 从此大家就对议员的表现更加印象模糊 立法会秘书处说 这样改是为了精简、归纳和整合议会者的发言重点 我又不明白了 记得议员三个字的名字 不是比一名议员这四个字更简洁吗? 从来社会只是由封闭走向透明 没听过会将透明的机制回复封闭 况且一名议员这个记录 对这一名发言或提意见 提出疑问、质询的议员绝对不公平 人家做了功课、提出思考 公职被掩盖 但有些人不发言、不讨论 就可以在这种大家都是一议员的机制下得以濫于充数地生存 加上没有记名的投票 会议纪录不会显示哪个议员缺席投票 于是外界更加不知道议员对不同议题的立场 从而避过了市民和传媒的监察 在一个事事问责的年代 竟然没有渠道让市民知道可以找哪个问责 请问这个制度是进步还是倒退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铛啊 多谢大家